詞曲 李宗盛 教育局的同事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午安 我剛才都介紹了 我是民生孫小學的梁桂英校長 今天很開心在這裡能夠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香港的優質教育 今天其實都很欣賞大家 因為這個時間本來應該在吃飯 大家都來到當中在這裡聽我們的分享 所以令我們都很鼓舞 因為這個時間本來應該是在吃飯的時間 其實都讓我介紹一下我們自己來自的學校 我們學校其實是在九龍區的 就是在九龍城 我們的位置就是九龍城 我們民生書院的校園裡面其實有三間學校 一間幼兒園 小學和中學 所以今天我的團隊裡面除了我自己會去做一些分享之外 包括我們的團隊的幼兒園校長 張校長 以及我們的幼兒園家長 以及他們是准小學的家長 黃文雄先生 都會來到當中跟我們分享我們的看法 好了 事不宜遲 讓我講一講香港究竟我們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相信如果在香港讀書的家長 可能已經遠離了讀書 我自己就遠離了讀書的階段都很久了 尤其是讀幼兒園和小學 但相信可能都趁這個時間可以refresh一下大家 究竟我們香港的學校教育究竟是怎樣的呢 究竟制度上是怎樣的呢 其實香港呢 如果小朋友一入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在香港都會讀幼兒園 那要讀幼兒園呢 就會讀三年的幼兒園 那麼在三年幼兒園裡面呢 未入學的時候呢 家長有一個選擇呢 就是他可以參加一些有學卷的學校 又或者呢 去參入一些沒有學卷的學校 一些非學卷的學校 所謂有學卷的學校呢 即是說呢 他拿著這個學卷 這個學卷是政府的一些資助給他的 他拿著這張學卷 就去到一些參加了學卷的學校呢 就去養小朋友去入讀 那麼這個呢 就是所謂學卷學校 而非學卷學校呢 就即是說他沒有這個政府的資助的 那麼這些學校呢 就沒有參加到所謂學卷的學校了 好了 那完成了幼兒園的三年教育之後呢 他就需要去考一些的小學了 看看他 或者去所謂參加一些的派位了 那麼究竟呢 在小學的模式上面 又有些什麼選擇呢 那麼 那麼在小學裡面呢 其實要是接受六年的教育 當他由一年班去讀到六年班 那麼在本港呢 那些學校的當中呢 其中是分官納或者津貼學校 這些學校呢 也都是政府有資助給這些學校的 那麼也都是呢 是不需要給學費的 那麼而 需要是參加派位的 這些學生 好了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叫做直資學校 那麼直資學校呢 就是這個政府是有這個資助的 是根據那間學校收的學生名額 去資助那間學校的學生的 那麼另一類呢 就是這些資助學校 sorry 這些直資學校呢 是分可以收學費 或者可以不收學費都可以的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是私立學校了 那麼私立學校呢 就是沒有這個政府任何的津貼的 它是自負盈規的學校 那就叫做私立學校 好了 那麼讀完六年的小學之後呢 那麼家長可能又要去 為小朋友去選擇了喔 究竟呢 又要去讀哪一些的中學呢 那麼 那麼讀完六年之後呢 就要去升所謂 去參加一些中學的派位了 那麼就是參加完之後呢 就會是要完成六年的中學教育了 那麼六年的中學教育裡面呢 其實它可以在一些什麼學校 可以有些選擇呢 那麼也都是好像小學那樣 分為官納或者津貼的學校 那麼這類學校呢 都會是有政府的資助的 全數是資助這些學校的 那麼是所謂免費的教育 那麼另一種呢 就是直資學校也都好像小學那樣 它也是按人頭呢 政府是給一些資助它 所謂按人頭 就是按收學生的數目呢 政府是給資助它 那麼這些學校呢 也都可以收學費 或者不收學費都可以的 那麼另一種也是私立學校了 也都可以小學那樣 是沒有這個政府任何的資助 它是自負盈規的 好了 那麼讀完這六年之後 其實你數一下呢 就應該在這個本地的學校的模式裡面 就應該是讀十五年 完成十五年的教育了 那麼其實呢 目前政府呢 是免費教育呢 本地的兒童呢 免費教育是十二年的 就是六年的小學加六年的中學 但是你也知道呢 近年呢 其實政府是部署 或者去考慮一下 會不會有十五年的免費教育 但是其實在過程當中呢 其實學眷計劃學校呢 已經是政府作出一些資助的模式 已經資助了那三年的幼稚園的了 至於呢 是否有十五年的免費教育呢 那這個就是有待教育局的同工 去努力去考慮一下 好了 那讀完這十五年書之後呢 就準備去入大學了 正常呢 就是現在目前香港 大概有十八個百分之的小學 是可以入讀正規本地的大學的 那在大學裡面呢 是用四年的時間呢 是會完成這個大學的教育的 那這個呢 就是整體香港的那些 學校的教育的情況 或者教育的制度 好了 那至於小朋友呢 我相信在座呢 很多呢 都有一些很年輕的家長 相對比我年輕很多 那其實呢 可能你的小孩都很小 那你究竟呢 怎樣去決定去送去哪一間學校 或者怎樣去選擇學校呢 那大家呢 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呢 看到些什麼呢 白色 還有呢 看不到東西 或者我打漏了東西 其實都不是 其實呢 我想呢 用這一張 空白沒有東西的一個PowerPoint呢 比喻呢 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從出生開始呢 其實小朋友來到這個世界呢 很多時候呢 他都是 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要我們 或者身為家長 和學校呢 究竟是要在這張白紙上面 畫些什麼上去 令到這張白紙 變成一張很美麗的圖畫呢 那這個呢 我相信是有賴各位家長 因為呢 你的小朋友呢 是一開眼的時候 接觸的呢 就是 爸爸媽媽 那樣 所以這一幅圖畫究竟是怎樣呢 就有賴各位家長去畫上去 那現在坊間很多時候呢 都會聽到 很多坊間說 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那你見到我有問號 就是有問號 究竟是否真的要小朋友呢 在他這麼少幾歲的年紀之下呢 就要他做很多 有些家長去參加很多的活動 或者呢 想很多的興趣班 去期望他能夠贏在起跑線上呢 究竟他是不是贏在起跑線上 真的這麼重要呢 還是其實他贏在起跑線上 以後他能否保持到 真的在以後的讀書的生涯裏面 是否真的會贏呢 是否贏在起跑線上 就等於他以後都會贏呢 其實這個是有很多詢問在後面的 那所以呢 那這一句說話 現在就在整天都聽人說了 但是究竟是怎樣呢 我想有待家長呢 你自己去考慮清楚了 其實身份性的成長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不只是說呢 贏在起跑線上就可以的 我相信呢 世蚊仔的成長呢 其實呢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而他來到世界呢 第一個影響他的呢 相信是家庭 即是家庭教育 因為呢 正如我剛才說 睜大眼 其實看到的就是爸爸媽媽 很多時候呢 家裡的教育呢 佔了學生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以我們的教學經驗來看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 世蚊仔的成長呢 家裡是佔了大部分的因素的 當然 隨著他年紀的長大呢 學校教育都是重要的 因為呢 我為什麼說家庭教育是重要的 因為家庭教育其實呢 是家長呢 父母呢 是各位小朋友的第一位老師 他要懂的東西呢 可能第一樣東西 你教他的呢 就是你是第一位 他要學習的老師 也是他的啟蒙老師 所以呢 家庭教育是非常之重要 接著呢 如果他開始讀書的時候呢 學校開始影響他了 所以呢 學校教育也都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呢 各位家長可能你都很緊張 為什麼去找一間 好的學校給小朋友呢 隨著他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年長一點了 那可能蓬佩的影響也都會很多了 那這個說著蓬佩的影響呢 可能是去到小學的後期 或者中學呢 蓬佩的影響就會更加大了 那去到呢 可能甚至到呢 去到呢 去到高校或中學呢 社會的影響呢 就大過家庭的影響很多了 好了 其實呢 小朋友的成長呢 都受著很多的因素影響 剛才我講了這麼多因素了 其實要想回 如果小朋友是很小的時候 究竟他是怎樣的呢 我相信現在你們很清楚 你們的小朋友 其實呢 小朋友呢 可能他們這麼小的時候呢 你發覺呢 得和不得很容易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他們發展呢 是有快 有些呢 就發展得慢一點 可能有些呢 可能扯著手寫字都會寫到 有些呢 可能沒什麼力的 那其實呢 因為他們呢 有些高一點有些矮一點 是吧 所以你發覺呢 其實這段時間呢 小朋友的發展呢 是有快 也有慢的 而小朋友呢 在幼兒期期 其實是很喜歡去玩的 通過遊戲來去玩 來去學東西的 也都是喜歡模仿的 譬如模仿爸爸媽媽 如果是他真的讀了書 可能他模仿老師 或者是模仿家裡的人 或者是模仿一些動物 甚至是 即是他很喜歡去學人 所謂 另外呢 他喜歡學人之下 自己想一些新的東西來做 喜歡創作 甚至是好奇心 其實很喜歡問為什麼 我記得我自己的女兒 很小時候都問 為什麼要這樣 很多為什麼會在他們的口中發出 而呢 從而也都說 他們很喜歡探索 他周圍的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個 在幼兒期 他們一個內在 有這些元素 令他一直這麼成長 到了 他讀書了 他讀書 可能到家長 就有些期望了 可能家長會期望 他有些基礎的學習的能力 有希望他喜歡看書 讀書 有希望他要有一個 有禮貌的小孩子 也都希望他的治理能力好 也都希望自律 也都希望他的責任感 等等等等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家長希望的 到他讀小學 剛才說的有儀奇 到他讀小學 除了你看到 我們期望他可能有很好的學識之外 或者他成績層面是OK之外 其實可能我們都期望他有不同的東西 期望他有這些能力就最好了 其實香港的家長 很多時候都很注重成績 又或者課外活動 甚至一些學校的排名 又或者去到中學 可能是講公開試的成績 都是他們去選學校的取向 但其實身為家長 其實 怎樣才會選擇 怎樣去選學校呢 或者 怎樣才是好的學校教育 才算是好的學校教育呢 其實我以下講的一些因素 我相信 不是還是幼稚園 我相信在小學 和中學都用得著的 因為這些元素 其實在每一間優質的學校裏面 都應該有發生的 無論是幼稚園 小學 又或者中學 首先 我相信離不開 如果要一間學校 就是一些學習環境 我相信 有好的學習環境 這個是必須的 甚麼是好的學習環境 就例如 他們的學習空間是夠 能夠讓小朋友和老師 去教和學 如果小朋友就是學習 老師就去教學 除了學習環境 有足夠的空間 給他們去學習之外 相信一些教學的設施 也是難免的 所謂一些教學設施 例如 會不會有些教園 可以更新的教學設施 讓老師 可以用這些教具 或者通過這些儀器 能夠幫助他們學習 也幫助同學學得更好呢 如果這些學校 有這方面的硬件設施 當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也離不開是軟件 除了硬件之外 我相信是軟件 除了軟件方面 我相信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究竟這些學校 是否注重小朋友 品格的培養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剛才都說 家長很多時候 都集中在 成績好 或者 這間學校究竟 活動多不多 活動是怎樣的 都教忽略這個品格的培養 我們知道 其實品格是影響一個人一生的 相信你無論你是哪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都期望 家庭或者學校都能夠合作 能夠教育小朋友 能夠在一個正面 在人格方面一個正面的發展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有正面的 或者是好的品格 其實才能夠讓小孩子 有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去應付將來所遇到的問題 這個是必須的 也是應該在一間學校裏面 一定要有的元素 除此之外 其實我相信 如果讀幼稚園的話 其實我相信 這間學校應該培養到 小朋友有些基本的學習能力 這個是需要的 而去到小學 學校我相信就不是基本 可能要是一些基礎 就是因為 我們都要為它 將來的學習 而打好基礎 所以就有基礎的 中英語文的能力 和一些數學的能力 這些是一些 打好基礎的語文知識 從而令到中學 能夠有所發揮 另外就是一些 以學生為本的隔學方式 和學習內容 我相信這也是重要的元素 因為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 所以課程的設計上面 也應該是以學生為主 和學生能夠掌握得到 而且他會覺得 他的能力能夠做得到 而且做得好 或者有進步 他就會有成功感 他就會願意繼續學下去 除了之外 其實多元化的活動 也是需要的 因為現在的學習 不僅是讀書 我相信通過多元化的活動 也能夠發展 學生不同的智能 這是必須的 所以現在的學校 很多時候都鋪排了一些 不同的活動 給學生參加 甚至這些活動 都以不同學生的興趣 為出發點 除此之外 我相信教師團隊 也是一間學校 所不能夠忽視的 因為一個好的教師團隊 才能夠令到 這間學校 能夠繼續發揮 他想要教的東西 或者學生要學習的東西 因為一個好的教師團隊 其實說 這些老師 要掌握著 現在教育的專業知識 還有很多學者都認為 如果老師 他教學的能力 他教學的態度 和學生學習的方法 或者他們學習的情況 都其實是影響著 這間學校的一些質素 所以這個教師團隊 是必要 都是重視和重要的 除了之外 這個學校 其實都要提供一些 家校合作的元素 因為知道 其實除了學校 是要想 教學生之外 相信家長 擺得小朋友入學校 亦都期望 能夠通過這個家校合作 可以給互相的溝通 知道怎樣 將小朋友教得更加好 教得 能夠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面 所以 家校合作是必要的 從而 我們知道 其實通過以上 能夠訓練我們小朋友 德、志、體、群、美、五育 在學校裡面的教育 都能夠均衡地發展 這間或者這些學校 就合乎 有優質學校的元素 其實 當要考慮學校 除了有這些元素之外 我相信 其實選擇學校 家長的重要考慮 是我在這裡 要描述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 一個尺碼 是不會配合到 所有人的 或者每一個人的 因為不同的學校 也都是 不會合乎每一個學生 因為現在的學校 都挺多元化的 在選擇學校的時候 因為學校的重點 其實每一間學校的重點 可能都會不同 有些學校可能注重活動多些 有些學校可能注重能力多些 其實都要因應每個小朋友 他自己的能力 或者他的性向去選擇 一些適合他的學校 這個是做家長 是需要去留意的 那你說 那我怎麼知道這些學校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 當要去選學校的時候 相信一些學校資料 是幫到大家的 例如 在學校的課程 你看的時候 看那間學校的課程是怎樣 他的班級的大小 他的師資 他的活動 學生畢業之後 升讀學校 是什麼學校 以及他的口碑等等 這些都有幫助大家 去選擇學校的 那當然 你說這些資料 我怎麼來的 像我剛才說的口碑 就是你靠你的朋友 或者你認識的人 去問一下這些學校是怎樣之外 其實我想在教育局上 教育局的網頁 其實他都有寫 究竟有個學校概覽 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 都有個學校概覽 是介紹那些學校的情況的 甚至坊間也都有一些的資料 通過這些資料 大家都可以了解 某些學校會多一些 那除了之外 長遠一點來看的話 就是除了真的看 某個階段之外 其實我們都期望 如果一間學校能夠有 一些課程的銜接 就會是理想一些 例如小朋友讀完幼稚園 如果在那間幼稚園 讀完 準備去讀小學的時候 會不會都有些小學 和小學的銜接 令到小朋友 在適應方面 能夠更快適應 小學的課程 或者小學的生活 又或者 如果在小學方面 又會不會在小學 到中學 升讀中學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些適應的課程 或者適應的階段 能夠令到小朋友 很容易去過渡 最重要一點 我相信 當家長選擇學校的時候 都必須 要認同這間學校的 辦學理念 和方針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這間學校的 辦學方針和理念 都是影響著小朋友 成長的 而家長的認同 合作和配合 相信是令到小朋友 在那間學校 能夠更加開心的生活 其實最後 其實 正如我說 有句說話 好的開始 是成功一半 不是 贏在起爆線上 才是重要 正如我說 一張白紙 怎樣才能夠 去綻放光彩 遊上一幅什麼圖畫 相信作為家長 這個角色 其實是雜無旁態的 所以我期望大家都可以 為你的子女 選一間 理想而優質的學校 去讀你的幼稚園 或者甚至 可以根據我 剛才提供的資料 將來 去選小學 或者中學 都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我這個分享就到這裡了 或者我把時間 都交給我的同事 幼稚園的校長 張校長 謝謝